好,接下来我们看第25章的总复习题part2的部分 第6题求下列各函数的导数 所以这个应该是做列导法了 我们进行维分的时候 4拉下来 4次方变3次方 过后维分里面是3x平方 3x平方跟前面的4乘起来 就会得到12x平方 然后这个x立方减1应该是还有3次方的 OK,不要漏掉了 B的这一题6拉下来 6次方变5次方 维分里面得到5 6,5,30写前面我们得到30 5x加3的5次方 Very good,很好 这一题5拉下来 5次方变4次方 维分里面是3x平方减3 这个也没什么好整理 我们一般上就保留这样就可以的 OK,就是这样 再来这个是2分之1次方 2分之1拉下来 2分之1减1就得到负2分之1 过后维分里面是2x减2 当然你会发现到2x减2可以抽2出来 得到2乘上x减1 这个2在分母 这整个也可以放在分母放开根号 然后呢2月掉了之后 我们会得到根号x平方减2x分之x减1 Very good E的这一题 立划根 然后又在分母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负3分之1之方 负3分之1拉前去 负3分之1减1就会得到负3分之4 还有微分里面呢 对不对,又忘记了 224,4x减1得到0 然后我们就 我看一下 如果我们写成根式的模式 这话 我们的4x放分子 我们的3放分母 我们的立方跟2x减1的4次方 当然你也可以讲说 老师这里4次我们可以拉一个出去 也是可以拉 就看你要怎样写 sorry啊,这里是平方的 这个是平方的 嗯,差一点写错 OK,大概就这样子了 Y,这个F的这一题呢 他有分母有分子 但是你没有发现到 他其实是两个东西是很类似的 如果是我做好 我在这边 我先看一下Isaac的做法 他拿分母平方 保留分母为分分子 减去保留分子 记得要挂5 为分分母 过后呢 这个是为分后得到2 这个为分后呢 二分之一拿钱来 二分之一减一 得到负二分之一 为分里面是负二 OK 二可以约掉了 负负得正了 变成加了 然后这个放分子 这个放分母 再进行通分 通分之后 得到2减4x 加2x减1 分母 就会得到根号1减2x 跟下面的这个1减2x 乘起来 就会变成这样了 好 然后呢 2减1得到1 负4x 加2x得到负2x 所以跃掉了之后呢 就会剩下这个根号1减2x分之一 你如果观察小心一点 我的分子抽一个负出来 它就会得到1减2x 1减2x你可以把它看成 根号1减2x的平方吗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1减2x 因为下面有一个根号1减2x 分子又有一个 两个1减2x 可以这样子来讲 所以它跃掉了之后呢 就会得到负的1减2x 可以不可以这样看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 它其实变得容易很多啦 你只是说它是负的1减2x的 二分之一之方 我们进行微分的话 二分之一拉下来 负保留 二分之一拉下来 根号1减2x 微分里面是负2x 负2x了 没有负2 负2罢了 所以这个负负得证 这个2跟2月掉 是不是也得到 根号1减2x 一样的东西了 OK 所以以后呢 要再想细心一点啦 你可以看到有些东西是可以约掉的 再来这个第七题 它要二阶导数 所以也就是说你微分了一遍 还要再微分一遍 这个如果你去做惩罚公事的话呢 就有点刹击用牛刀啦 因为你x平方乘进去的话 你会得到3x3四方减4x平方 这个时候微分呢 33得9 三四方变二四方 42得8 二四方变一四方 再微分一次 92 9218 二四方变一四方 然后这个负8拉下来 所以这个是18x减8 就是你的答案啦 OK 然后呢 B的这一题 微分一次 五二十 五四方变四四方 六四二十四 四四方变三十方 这个就负3罢了 然后四乘十得到四十 四四方变三十方 二十四乘三 四三十二 三二六七十二 负七十二 三四方变二四方 常数向去掉 没有了 所以最后 你的二阶导数是 四十X立方 减七十二X平方 Very good X的五四方分之三 你可以看成 X3X的负五四方 负五拉前来 五三十五 负十五 然后负五减一 得到负六 再负六再拉前来 负负得正 六乘十五 六五三十 六一六七八九 九十 负六 编负七 然后呢 再把它放在分母 你就会得到 X七四方分之九十 就是你的二阶导数的 OK Very good 还有第一的这一个呢 看成二分之一四方 二分之一拉下来 二分之一减一 得到负二分之一 然后微分里面得到二 刚好月掉 得到负二分之一四方 第二阶导数呢 把负二分之一拉前来 负二分之一减一 就会得到负二分之三 再微分里面 还有这个二 这个二预约掉了之后 把这个负二分之三 放在分母 你就会得到负根号 这个平 这个二不写的 我们的根号的二 没有写的 三开始才要写 OK 2X加一的三十八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Very good OK 之后这个呢 要做二阶导数 我们来看一下 一阶导数 它是分 因为它是除法 然后呢 分母又是 不是一项 如果分母一项 你还可以把分子 分开得出 所以这边呢 我们唯有呢 用除法公式 分母取平方 保留分母 为分分子 三X平方 减去保留分子 X立方 为分分母 是2X减一 没有了 为分里面 也这里 然后呢 我们分子展开一下 三 不行 这个要先展开 X平方 减2X加一 乘上这个 3X平方 然后呢 再减X 2X立方 乘上这个 X减一 OK 我们先整理一下 三个路照 这个乘进去 3X四四方 减6X三四方 加上3X平方 减2X四四方 加上2X三四方 反正有点多 然后 我们就会有 3X四四方 3减2 然后3减2得到X四四四方 负6加2 得到负4X立方 最后加3X平方 不好意思啊 我要加板位了 还可以怎样 还可以抽X平方 出来 你就会得到X平方 减4X加3 X平方减4X加3 又可以再因此分解 好不好 它应该可以变成 X减1乘X减3 有什么帮助 因为你的X减1四四方 可以越掉一个 OK 最后呢 我们来写一下 你的Y'会得到X平方 X减3乘上X减1的三四方 应该是这样子 对吧 然后澄清器 我们也澄清器一下 它就会得到X sorry X立方 减3X平方 OK 这是一阶导数 我们再看一下二阶导数了 分母取平方 得到六次 OK 保留分母 保留分母 为分分子 为分分子是3X平方 减6X 减去保留分子 X立方减3X平方 为分分母 诶 这个是六次 未分分母 就是6X减1的5是吗 应该是这样 然后呢 有 诶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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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错了 干错了 X三四方是对的 因为它是看分母 是原本的分母 所以这是三次 这个三拉下来 这个二次 所以X减2的确抽两个出来 罢了 没抽两个出来罢了 还有吗 其实还可以再抽 这一边可以抽3 这边可以抽3 还有这边其实可以抽X 可以抽X 有点复杂 我们在 我们在 再做慢点吧 就是我们这边 可以抽3X出来 它应该是X减2 它应该是X减2 在里面 过后呢 这个抽了 可以抽X平方出来 得到X减3 对吧 应该是这样 所以X减 X减1的6次方 我们先越减 然后得到4次方 分子 分子 你讲说我们抽3X出来 我个人觉得那个用途反而没有这么大 我们倒不如展开它吧 我们倒不如展开它吧 是咯 维方分子 抽2次 这个层回进去 哦 我知道说不错了 因为它前面是3次的 哦 这里其实它还有一个 然后我还是 呃 我们 我们还有就是 其实我们发现到我们没有要 我们没有要 因此分解 对吧 后面其实我们是要展开它 再简化 所以呢 我就这样子写就好了 X减1乘3 3X平方减6X ok 然后后面呢 我们三眼 -3乘X立方减3X平方 应该是这样 呃 这个越掉了两个没问题 就抽2抽2出来 然后这边展开一下 3X三次方 减3X平方 减6X平方 加6X 这个乘进去 3X三次方 加9X平方 哦 X减1的六次方 我们来看一下 3X三次方 减3X三次方 减3减6 减9 加9 又去掉 最后我们剩下6X除以X减1的六次方 这个是二解倒数 ok 有少许负 有少许难度了 我也承认 这题 ok 第九题 减数Y等于2X立方 加3X平方 减72X加21 为分等于0X的值是多少 我们为分后啊 326X平方 加6X 减72 等于0的话 我们可以抽6出来 我们可以抽6出来 你就会得到X平方 加 X 减 616 622 所以 -12呢 可以因此分解变成 -3加4 4-3等于1 这样子 嗯 过后呢 X等于3 或者X等于-4 所以这题 就是3跟-4 两个答案 ok 第十题 这一个函数 在X等于1的二阶导处 所以我们为分一致 4拉下来 4次方变3次方 为分里面是-6X X 所以我们就拉前去啦 就变成-24X 乘上2-X3X平方的3次方 保留 保留后向 为分前向是-24 在保留前向-24X 为分后向是什么呢 啊 因为他在前面预先做了 3拉下来 3次方变2次方 为分里面呢 是-6X 所以-6X乘3 就会得到-18X alright so这一边 我们负负得证 负负得证 X平方 然后呢 24可以抽出来 你是抽-24 如果你抽-24出来 还有2-3X平方的平方出来 的话 哦 错了 你的前面应该还有一个2-3X平方 你的后面呢 是-18X平方 所以最后呢 这里在整理的话呢 就会得到-242-3X平方的平方 乘上2加2加15啊 2加15X平方 OK 然后呢 我们放进去 -24 然后这个是 1 放1 2-3 的 负二次方 然后我想一下,因为后面给我们 按是正的吧 我看下哪里有错 这个4拿下来 负 6s 24s 保留前项 保留后项 为分前项 负24 加上的 我们惩罚公司是假的 保留前项 为分后项 所以如果你 我再讲一下吧 如果你抽负24出来的话 你会得到 2-3 2-3x 平方 抽负出来 18x应该是减的 减18x平方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应该是 减21x 然后你跟我讲 这个呢,带进去1 2-3得到 负1的平方还是正的1 所以这个基本上可以不用管 然后呢 2-21 应该会得到负19 啊 所以24x19 负负得真 你就会得到 456 所以这个带进去呢 就会得到 真的456 啊,这个才是对的 你又这么碰巧 这边算到是19 所以你会乘到答案是 好像一样 但是是负的 啊 所以正确应该是这个 啊 你要注意一下 你这个抽的时候 啊 因为他抽的东西 你抽少了 这个 这个其实是负1罢了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答案 好像影响 打 大概就这样了 第11题 若函数是这个 微分一次带1进去 微分两次带2进去 好 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微分一次 3拉下来 月掉得到x平方 2拉下来 2月掉得到5x 这个 x微分得到1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带1进去的话 你就会得到1-5加2 1-5 1-5得到-4 再加1等于-3 这个-3对 第二次 微分得到2x-5 所以带2进去 2-4 4-5得到-1 这个-1也是对的 过后他讲说 2接导数等于0 就是2x-5等于0了 2x-5等于0 这个移过去 这个拉过去除 x就会是等于2分之5 OK 完全正确 非常好 这一个 根号x-x-x-x 你不要直接做 你直接做应该是很惨的 你要把它变成x的2分之1之方 乘上x的4分之1之方 再乘上x的8分之1之方 所以照理来讲 这个不对 我看你的步骤不对 你应该是 fx先整理 把它变成x的2分之1之方 乘上x的4分之1之方 乘上x的8分之1之方 指数就相加 也就是8分之4加8分之2加3 8分之1 你应该会得到8分之7 对吧 4 5 6 7 8分之7 所以呢 你为分1次啊 他这里要为分4次啊 为分1次得到8分之7 减1得到-8分之1 所以如果他带1进去 你就会得到8分之7 好 带1进去8分之7 2加的话呢 你就会得到-6分之7 减1就会得到-8分之9 带1进去你就会得到-6分之7 OK 3接导数 负负得证 负负得证 呃 9基本上越不了 对不对 跟分5越不了了 7、9、6、13 84 64乘2等128 再乘2等256 再乘2等512 这个应该是512 好 512 呃 减1的话 你就会得到-17 好 减17 呃 所以这个找到512分之63 4接导数 我们一般上不会4个片啦 我们会逛不是啦 啊 然后呢 你就会得到- 这个 你乘8 你就会得8216 818 96 58 40 4096 这个难搞一点的是63乘17 OK 63乘17 10 1071 减1就会得到-8分之25 不过不影响 因为你带1进去 你基本上只有前面的习数-4096分之1071 OK 啊这样子做哈 OK 这样子做 alright 所以这个第13题 我们要做隐含数啦 左边对x为分2x 这个对x为分得到2dx 这个对x为分得到2 这个3得到0 那你可以看到呢 全部2是可以跃掉的 好 这个x移过去得到1-x 就可以了 1-x 就是你的答案 当然他没有 家里没有发现了 他移过去-2x 然后呢 再除以2 过后 越掉2 他才翻掉 也是1-x 一样的啦 好 第18题 这一题 左边对x为分得到2x 加3 对吧 这个的话呢 就会得到2y dyx 减5 dyx 所以如果我们把dyx 抽出来 他就会得到2y-5 乘上dyx 然后呢 把它移过去除 你就会得到dyx 等于2x加3 除以2y-5 OK 大概是这样子啦 3x平方为分后得到6x 7xy 你要注意了 保留 y为分7x得到7 保留7x为分y得到dyx 好 这个2拿下来-18y dyx 2为分得到0 有dyx的放一边 没有的放另外一边 一般上我会把这两个丢过去啦 不过不要紧 你移过去-6x-7y 抽出来7x-18 移过去除 所以其实我们比较不喜欢分母两个负 对吧 我们把负拉下去放分母 就会得到18y-7x 他只要对调一下就得了 减法的东西他对调一下就行了 所以是6x加7y 后 糗了 我还要讲说后面的答案应该是给这个 结果不是 结果他是用这个抽复出来 然后用6 复写前面 他没有放过去分母 他没有放下去分母 but anyway 答案对的 ok 好 最后一个答案 保留前向为分后向 加上保留后向为分前向3x 这个也是 诶 等等哈 其实你会发现到我每一项可以除以xy 除以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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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你就会得到x平方 加y平方 等于3 为分得到2x加2y dy by dx 等于0 dy by dx 就会等于-x除以y 但是后面不是给我这个答案 可惜 ok 不过 我还是那句话 隐含数呢 他会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解释可以符合了 看来他是没有用到这个方法 不然的话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方法 应该是更加快的 ok anyway我们来试一下哈 如果不是用这个做法的话 我们用 乘法公式 保留前向为分后向 加上保留后向为分前向是3x平方y 再加上保留前向为分后向3y平方dy by dx 加上保留后向y方为分前向是1 然后呢这个3xy也是一样 3x为分dy 然后呢保留y为分x得到1 大概是这样 然后呢有x的放一边 有dy by dx的放一起哈 我们就会有x地方 加3xy平方 减3x 对吧 dy by dx抽出来 然后呢这个3y 其余的拉过去减 减3x平方y 加y地方 所以最后呢你的dy by dx呢 这边抽 y出来 就会有3-3x平方 加y平方 这个移下去 抽x出来 你就会得到x平方加3y平方 减3 后面给的答案是这个 好 后面给的答案是这个 OK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再来 OK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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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